现在才同样面 亲爱的母友们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桃子红木资讯 再过几天 就是8月15了 8月15 我记得 同一天 那就是 10月1号国庆节了 在这里 先祝大家 中秋节 国庆节快乐 越南那边现在 确确实实到今年 是一直都不可能过去了 那么我们 现在发货的方式呢 是物流可以过 但是人不能过去 在广西平祥 包括 广西东兴 那边全部都是采用这种模式 然后在 手机上 查看图片 或者视频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发过来 然后有专门的物流 在越南那边运作 这件事情 如果说个人想过去的话 首先在越南那边需要有公司 公司担保 然后还要花1.5万元的费用 过去隔离14天 然后才能到越南 回来的话 也必须隔离14天 所以相当的麻烦 过越南的话 现在是 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觉得是到今年 年底为止吧 然后想过越南是一件 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在平台做节目 也有差不多一年了 这一年 然后我们做了些什么事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是有团队的 但是拍摄团队的话 只有一个人 然后我们的团队 主要是在哪里呢 然后我们有工厂的团队 有工厂木工团队 然后打磨团队 油漆团队 还有在越南的开料团队 今年我们做的内容 主要是我大致想了一下 跟大家普及红木知识的 占一大部分吧 我记得我第一篇文章 是跟大家介绍 红木家居的 29种木材 然后从花梨木 然后紫檀木 酸枝类 给大家做了一个 笼统的介绍 后面又给大家细细的 详细的介绍了 每一种木材的 这个鉴别方法 主要是我们这边经常 做的这几种啊 然后不怎么常见的 那时候也在网上给大家 找了一部分资料 怎么去辨认它 还有一个就是红木家居的工艺 所以 今年 今年大概就给大家讲了这么些内容吧 一个是辨认 木材 还有 红木方面的这些资讯 还有这个家具上面的工艺 主要是这三大部分 然后呢 视频可能做得不太好 说的也不够深入 但是 如果说我一下子 把这些内容 一个视频 几个小时 或者十两个小时 给你们说出来 大家也可能接受不了 还有些东西特别抽象 所以 还需要那个视频资料 或者是图片资料 在视频当中给大家展示 不然的话我跟大家说了 就像我这样 这个口述给大家 大家也不一定能理解 我说大红双枝 它是红色 然后带白色 有黑色 黑红色的条纹 我这么一说 大家也不可能说就明白 所以说 必须得配上资料 所以 有不足之处 也请大家 理解 还有在这里 我也感谢一下 支持我们的幕友 网友 对我们的节目的点赞 转发 评论 给我们工厂 做一些建议 在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 那这期的视频就 介绍到这里 嗯 祝大家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家庭幸福 安康 祝各界人士 国庆节快乐 学习红木知识 提高食物能力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来好看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